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最近有个新奇的户外项目叫做人体漂流 在广西桂林 就是我们可以穿着一些漂流衣 然后带着护具顺流而下 然后就会很安逸 这有点意思啊 人体漂流瓶 有点喜欢 这个玩肯定很好玩 但是看到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机构在头上捞你们是吧 终点会有人捞 没人捞就不知道上哪去了对不对 小黑喜欢在水里 我不冲浪潜水之前 基本上出国玩都会玩漂流 我在想你说这种人体漂流 尤其刚才展示的那个片段只戴个头盔 而且只有躯干 我撕着也保护不了 这真的安全吗 对啊 人体漂流的那个坡度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 基本它很慢 特别慢 不像那个平滑顶上漂流 它很急 圆圆 我感觉这个人体漂流 就跟之前很火的 就贵阳那个漂流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你说的贵州那个漂 我看过视频 他说你敢来 我就敢给你漂 好 你的第二个 我不希望你总爱用网络热词 你说两个来 我听听的 比如说尊都假都啊 这是 因为我可能冲浪比较少的话 我可能就无法给得到你的意思 并且我更喜欢一些有深度的交流吧 平常 可以灭吗 11号 男嘉宾 你好 可是我就是非常喜欢用这种 尊都假都 反属了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你和你的朋友交流 不会用这些词语 你们的深度交流都是怎么样的呢 对啊 我的意思是就是 不要每天都挂在嘴边那个样子 而不是说不能用这个意思 15号 就是你是比较讨厌说 就是你的女朋友很随波逐流 没有自己的主见 然后就是网上是什么 就跟着学什么那种感觉吗 确实有这么一点点的一个方向的意思吧 行 小黑 那我 我其实觉得你 你刚才反复一个是提到 希望能有点深度的交流 再有一个觉得 爱用这种网络词汇 就怎么随波逐流 没有主见 我天天在微信上说 尊都如假都如 但我这人极其有个性 极其有主见 极其有个人观点 我就觉得人是很多面 很复杂的 你只看到他某一小面 不代表他全部 我觉得可以不用这么一以盖之 你说得对吧 人家都说得对了也别当 好 来看片子 来啊 广志 哇 广志 广志 我真不是合广志的 很多朋友问我 去年是不是参加了《非诚勿扰》 去年我是真没去 但今年我是真来了 不同的是去年的广志 早已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 而去年的我 还深深在裸辞的迷茫里 今天是2023年11月16日 是我裸辞的第一天 也是我选择内卷 和躺平外的第三种人生 这座城市 曾经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我在这里 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 在互联网公司 从技术运围 做到大客户销售 做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只是为了大家嘴里说的 稳定 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 曾经不断激励 我向前的城市节奏 成了重复的古典 在单调中不断回想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 第一个空创期 也是第一次开始思考 我真的想要什么 我想起当兵时的徒步拉链 路过荒野的村庄 山林 小溪 我想起和同事一时兴起的骑车旅行 还有最后两公里 车那是前一天买的 然后路线我们也没有什么规划 但是那一天我真的很放松 我跟我朋友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吧 那时候我突然就想清楚 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我想走出去 去到自然里去感受风和自由 我开始骑行 从杭州骑到舟山 三百公里 从绍兴骑到三亚 两千公里 从徒步 奖板 到滑雪 开始有更多的机会 去接触大自然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可以还中国骑行 然后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纪录片 当然 如果我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 那我觉得 这就更完美了 现在我是一名雪具店销售 除了接待客户 还要打蜡 拨膜 修板刃 滑雪的旺季 还会做个向导 带队去日本加那大滑雪的 如果说生活是一部电影 我想原先我的电影 只有平铺直续的普通 即使结尾可能还不错 但总感觉 缺少点波澜状况的人生体验 而当下我的人生大电影 经常精彩地超过我自己的想象 严和宇 男嘉宾 你好 看到您微信里说 您有一段裸辞的经验 我也有一段就是 真的就是不想干了 就直接就辞职了 就是你前半个月的时候 我确实感觉特自由 没有人能束缚我 但是到了后半个月 尤其是大概在第四周的时候 就特别焦虑 就想我的社保 我的公积金 我的贷款 就是很焦虑 然后就麻烦了 我马上又去找工作了 请问您裸辞那段时间 会有这种心理 我裸辞了大概有三到四个月左右 我裸辞后差不多三天左右 我就决定要去骑行了 所以说没有经历你那种 焦虑到迷茫的一个期 就是最后辞职回来之后 我就决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然后就去雪具店做了销售 因为我很喜欢滑雪 我在想刚才颜河颖说的那段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 真实的年轻人的一种心态 有的时候在比较卷的职场 或者说工作业不太喜欢 那个环境 有时候实在是一怒之下 不干了 但是我经常一直想 我裸辞了 我就想去云南 躺在蓝天白云下 望着天空发呆 感受微风吹过我的脸庞 都好呀 这需要一个前提 不缺钱 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心态 我头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可开心了 想睡几点睡几点 但是你看第三个星期 第四 毕竟发工资的那个时候了 那房贷 抽贷这些全来了 这是现实的焦虑 其实从去年开始 社交平台有一个非常火的 新的自媒体赛道 就叫裸辞博主 也是出现刚才 跟颜河颖说的情况很接近 就是大家就会有一个 非常短暂的释放期 然后会有一段非常长的 一种虚无期 有一个方面是经济上的焦虑 还有一方面是意义上的焦虑 这也很集中 在那种长时间的 没有任何方向和目标的生活里 浮沉太久之后 会有一种意义消散的感觉 如果说你在放假的时候 感受一下微风七天 就是觉得是非常爽的事 然后没有任何方向的 天天坐在那吹风 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种过程 和新路的历程 变成自媒体素材 然后开始做自媒体账号 在跟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 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意义支点 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所以人呢也归根结底 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 但是你想想看 人活这一辈子 当你永远处在一个 我谁都不需要 谁也不需要我的时候 其实不太可能的 2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VC20 你好 特别喜欢滑雪 然后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张家口 崇里滑雪公园 因为我22年的时候 在那儿做过冬奥会志愿者 然后郭爱玲 苏一鸣 都在那儿得过冠军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儿 然后其实我也挺想去体验 这种滑雪的户外运动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对初学者 有一些小提示可以告诉我们 刚才你说的崇里我是知道 不过我没有去过 我还知道初学者的话 有那个北大湖 松花湖 松花湖的滑雪场的话 我推荐初学者去 为什么 他有一条五公里的一条 初学者的雪道 然后适合初学者去滑 北大湖的话 他是适合那个进阶选手 因为他有很多缆车 然后他雪道也比较陡 好的 谢谢 骑行你是从绍兴出发 从绍兴骑到了三亚 2000公里 哇 还有没有谁有类似的人生愿望清单的 分享一下 4号 男嘉宾你好 我也很喜欢滑雪 但是我现在学单板 我是那个初级学者 我只会柳叶飘 然后我就有一个愿望 我就是很想去考一个滑雪教练证 因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你自己就划成这个样子 都想当教练了是吧 那个小黑的冤枉是 如果抛开其他的客观因素不谈 我最最最理想的一种人生状态 就是能到处旅居 把全世界的浪点下一遍 就光别的地方不说 就光巴厘岛这个地方 就能旅居很久 全岛都是浪点 这是我特别理想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走进这样的生活呢 就为无斗米而折腰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 对 他需要钱去支撑 路费 住宿什么的 对吧 8号 男嘉宾你好 我看片子当中 你好像很喜欢一些户外运动是吗 对 那其实关于徒步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宝贝想推荐给你 就是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 在徒步的时候呢 可以在背包里面放一瓶 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 它是偏硅酸型的矿泉水 那除了可以 及时补充我们的水分之外呢 它还可以为我们补充一些 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所以在女朋友如果又累又渴的时候 你能送上一瓶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的话 一定是非常的贴心周到 这个幸福值啊 立刻就拉慢 你的建议非常好 我也很喜欢喝百岁山 好的 看下一条 再美好的风景 如果两个人不在同一条轨道上 也注定无法牵手共上 初恋是在大雪 她是一个性格爱好跟我截然相反的女生 她喜欢的约会是吃个漂亮饭或者喝杯咖啡 而我更向往外风景 我喜欢旅行 徒步 她喜欢看书 来家 两个人的圈子和兴趣 越来越不一样 经常是我精心准备的话题 她理解不到我的点 也没有回应 怎么说呢 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失落的 时间长了 必然会影响我们整体的一个感情的氛围 慢慢地我们就默契地说了分手 往后的感情里 我认为有相同的爱好很重要 我希望能和女朋友玩到一起去 于是我遇到了她 她和我年纪相仿 爱好也一样 我们会一起徒步 一起运动 虽然知道彼此喜欢 但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有仪式感的表白 于是一次徒步登顶 我带她去看了西湖景色最美的地方 她的家人不太满意我的工作 觉得我不太稳定 希望可以给她找一个 比较稳定工作的一个项目 那时她和我约会 不要偷偷出来 被发现了 还要被批评 时间久了 她也觉得很累 最终在现实面前 我选择了主动离开 这段感情其实对我影响很大 那时候我做了一份 自己并且喜欢的工作 想要成家立业 最后也是事与愿违 没有获得我想要的爱情 分开后 我开始重新思考 不如为自己而活 在我喜欢的圈子里做事情 也许更容易遇到灵魂契合的伴侣 我希望能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遇到心动的她 好 谢谢 谢谢 23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在第一条视频里我看到 我觉得你那种状态就是从 车水马龙里面走到春短花开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其实都非常向往的 但是如果说要挑选伴侣的话 他要接受你的生活 你也要融入他的生活 我觉得可能这种状态就比较难 找到完全契合的那一半 对于这种问题的话你是怎么看待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 互相迁就 当然他可以有他的爱好 我也有我的爱好 我们可以都抽出时间去做彼此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是找一个跟你一样有这种心态的 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择偶的这个标准 会不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难合拍的这种 我理解 我理解 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敢于去勇闯TNR的人 就是也不是说他非要去跟着我去徒步也好 去骑车也好 但是我希望他有这个心态 就是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 理解 圆圆 男嘉宾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不是因为跟女朋友分手 是因为他对方的父母觉得你的工作不太稳定 那现在的话 你如果想谈一段比较正式的恋爱 以及想不如婚姻殿堂的话 你会为了这个结婚而去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你会让我放弃自己的爱好吗 我会把重心放到工作上 我希望能够在我的爱好里面的工作 能够有一个稳步的上升 有没有人要说一下那种原因 刚才23号说的我能理解他的话 18号 男嘉宾你好 其实我现在特别理解你现在这一阶段的心情 曾经我也是失业过两三次 然后后来终于找到机会 然后再次出发 但是我也经历了就是把那一段精彩的人生过了之后 然后自己开始渐渐想要安定下来的这一段心情 所以如果再往前可能两三年我遇到你会非常坚定地想要选择你 但是到我现在就是我已经慢慢地想要进行一个平稳生活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这也是我灭灯的原因 但是我还是非常欣赏你 你可以继续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谢谢 经常刷有些视频号里面 我就看到有一对夫妻两个 然后离开了城市去到乡村盖一个自己的小木屋 然后带着狗狗一起生活 我在想玩这么小众的方式 可是就有这样的神仙眷侣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只是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人 而不是说你好像没有规划未来 可能他遇到那个女生以后 他们就会有一个未来 我现在有一点点感受在沟通中 因为你活在了你的热爱里 那这个女孩是后来的 我发现这个顺序很重要 就是黄老师刚才说的那种 你得先有个对象 然后活在我们的热爱里 这样你从一开始你的热爱就腾出了一个空间 来包容另外一个主体 你现在很赤诚地活在你的热爱里之后 对于所有女生羡慕谈论仰望都OK 但是一旦置入你就找不到地儿 所以有可能要么他也跟你一样 活在他的热爱里 可是你们热爱错开了 你还滑雪他还冲浪 他也有热爱 他也是一个活在热爱里的人 你们也也融不到一起 这就确实 确实这个时机太重要了 所以他应该去滑雪圈找什么 像小黑应该去冲浪圈找 刚才我在想这个话题 其实大家就是讨论这个事吧 谁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或者特别好的建议 我就在想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 但是爱好可能到了一定的程度 到了小黑那种程度 我认为他已经不是一个爱好了 我认为这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都不能想象 连续20天不在水里 我怀疑他会脱水而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 在那种程度之下 我们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这个可能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 好 再见 谢谢老师